感谢观众老爷们收看第541期每日点兵节目 央视今日关注在8月13日的节目中 出现了轰-20隐身战略轰炸机的构想图 而在8月14日 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某中国问题专家 在加拿大某防务杂志刊登了有关轰-20的文章 该文章不光披露了中国在南太平洋部署军事基地 而且还表示中美战略平衡将会因这两件事被打破 虽然这位专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甚至还引述了央视的相关报道 但再看看这篇文章的刊登平台 加拿大某防务评论 小兵兵真的笑得肚子抽筋啊 但话说回来 轰-20隐身轰炸机的话题确实很火 连一些胡说八道的国外杂志都想凑凑热闹 甚至网间还出现了对轰-20隐身轰炸机的相关误区 所以小兵兵给大家聊聊有关轰-20轰炸机的那些误区 首先轰-20的相关资料目前还没有公开 所以装不装等离子隐身装置都不能确定 其次 目前等离子隐身技术只是俄罗斯用来骗钱的PPT产品 不是某夫嘴中的神器 等离子隐身技术是指生产并利用在飞机 舰船等武器装备表面形成的等离子云 来实现规避电磁波探测的一种隐身技术 它的工作原理是将外界的空气改变成电介质 使其能对电磁波有吸收 反射折射的作用 虽然该技术能让一架三代机的雷达的横接面积 与第四代隐身战机差不多 但根据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物理研究室发表的 等离子隐身 该技术存在着几个致命问题 首先是等离子发生器的耗能问题 其次是等离子发生器本身的小型化问题 最后是等离子体的发光问题 这些问题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对于飞机来说都是刀刀致命 第一 等离子发生器的耗能问题 普通飞机的雷达 电传飞控系统就已经是耗电大户了 再装上等离子发生器 恐怕飞机用电就是个问题 即使你在飞机原型设计时 考虑用电问题了 但油耗和航程就会有影响 第二 等离子发生器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 其技术也是很复杂的 想想电脑 从台式电脑转换到平板电脑 用了多少年 现在实验室用的大型等离子发生器 转换成小型发生器 怎么可能不耗费时间 第三是等离子发光问题 如果能解决 那能量守恒定律恐怕会推倒重来 如果不能解决 恐怕带着光圈飞得跟太阳式的战机 是怕别人看不到吗 所以以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 等离子隐身技术 还有很多路要走 二 红20轰炸机的体积无一过大 这样会增大雷达反射截面积 很多人会把飞机体积和雷达反射截面积混为一谈 但雷达反射截面积与飞机体积真的没关系 举个例子 美国F2-2战斗机的体积比米格2-1这种轻型战斗机的体积大的很多 但雷达截面积呢 F2-2的雷达截面积为0.06到0.1 米格2-1的雷达截面积为2 雷达探测的原理是发射电磁波照射到物体表面 再反射回接收偏线 而雷达波照射到物体表面 依原路径返回的电磁波越少 雷达截面积越小 雷达对目标的信号特征就越小 探测距离也越短 换句话说 就是雷达接收器接收到的反射信号越少 飞机越隐身 减少反射信号主要是通过三方面实现的 首先是外形隐身 其次是涂料隐身 最后是对销隐身 其中最重要的是外形隐身 优化隐身外形能够减少70%的反射雷达波 所以轰炸机的体积大小真的跟雷达截面积无关 三 战略轰炸机的价值现在不如洲际导弹 好多观众老爷们一直认为 现在导弹漫天飞 轰炸机的作用越来越小了 终究会被洲际导弹取代的 但轰炸机还是有它的价值的 首先是比洲际导弹更灵活 在隐身电子战的支援下 轰炸机可以深入敌国 引进目标 然后带机 只有在最高指挥官定下决心时 才能发射核武器 但指挥员决定不使用核武器 或者转移打击目标的话 轰炸机可以直接飞到下一个目标 而洲际导弹只要导弹升空 以目前的技术是无法改变打击目标了 更不用说更换弹药种类了 更重要的是 轰炸机在受到严重干扰时 飞行员可以自主规划航线和打击目标 自主完成任务 这样的灵活性 可控制性和自主打击性 是洲际导弹无法比拟的 中国军队正在向攻防兼备转型发展 红20这种战略轰炸机将大幅度的加强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 我们研发红20的目的不是与美国争夺霸权的 而是为了积极防御 拿破仑曾说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只有我们拥有了锋利的长矛 才能把敌人的尖窥重甲阻隔于千里之外 美国大兵冬天水中训练 穿屁绵棉服不时温 这屁绵是何方神物 进水泉后 屁绵蓬松度仅少许变化 仍保暖 这就是龙牙选择屁绵的原因 龙牙战术男装 只用军工黑科技材料